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麗麟 那特別是許多遠從北部南下的好朋友 你們一早叫南下大家辛苦了 那今天航海捷的活動 有別以往 航海捷都是以模範從業人員為主軸 那這一次我們主要是要感謝我們在最前線 為了國家經濟默默付出的台灣海員 尤其一席情節 他們不能回家不能下地不能陪伴家人 你們辛苦了謝謝 其次我要感謝我們這次27屆新當選的所有理監事們 因為你們現在肩負著為台灣海員付出的責任 海員工會從民國38年創立至今 這一群團隊是最年輕最帥氣也是最美麗的一群 那各位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同時我們也兼負責會員對於海員工會改革以及創新的使命 那未來希望我們共同攜手努力打造一個屬於台灣船員的新時代 謝謝 最後 希望各位委會嘉賓能夠盡情的放輕鬆 享受我們為各位安排的 為我們的會員 為我們的公會 既穩開來再創團員的榮主 今天當然我們要講到航海節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航海節 航海節是為了紀念世界歷史上最傑出的航海家 之一 鄭和 我希望我們牢記鄭和下西洋時候的勇敢 無謂艱難的精神 其帶動社會的經濟發展 增進國際貿易等的貢獻 我們牢記在心 但是 我們要講 若是沒有船員 有再好 再大的船隊 再多的資源 也不可能有如此光榮的成就 所以我相信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相關的人員協助船員 不能單獨完成所有的工作 航海節是我們航運事業相關的夥伴 共同的節制 旧航員 我的心裡 我一個工會的理事長 在我的心中 船員還是我 最需要被表揚 最需要被祝賀的一群 所以還是今天 除了航海節 我真的是 為我們的船員來去做一個 給大家一個祝賀 屆 屆同時 我也跟各位報告 在座的這幾位新的年輕人 事實上他也是我總會27月 27屆的選任幹部 在我們27屆的選任幹部裡面 我們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努力了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屆是 會晤的優質 我們以目前全新的方式 用Google表單 甚至於其他的電腦表 去做提升跟去調查 還原的需求 會員的需求 OK 比如說像紀念五 在以前 我們根本就是直接就拿花出去 那會不會到他的手上 沒人知道 我Google表單 而且只是送到他家 直接寄給他 所以現在我所聽到的 風評還不錯 另外 好謝謝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船員一直都是要上船 上船的話要經過一些訓練 我們張主任最清楚 四角正訓練 但是國家訓練的 就只有這些地方 班數常常有人噴不上 我們工會在去年做了一些努力 北部南部各開了一班 這一塊 真的幫忙 我們在今年還是會請航港去幫忙 我們繼續再去做這些事情 到時候再請張主任做幫忙 還有另外有關訓練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如剛才所看到的 北院還有我們 寶可大 還有我們基隆的海洋大學 甚至也跟各位報告 或許在前面的 養護的一些新聞 或是外面的新聞 我們自己去找一些模擬機 給這些學校來去做訓練 我期待在這塊 只是拋鑽引力 能夠為未來專業做一塊事情 還有在會員的福利 因為各位可能看 不知道說 我們的海員工會的會員 到底有些什麼福利 我跟各位講 一直工會的一件事情 工會的財務補考 會員的一個 會會來去做 我們有其他的業務 這個時候不跟各位另外報告 但是我跟各位講 工會一直沒有忘掉 我們會員的福利 我們會員的福利 尤其在我們這幾位同仁幫忙 跟我們努力之下 二次機械 我首先第一件事 雖然國家在他們下船以後 他沒有勞建保護 因為我們是契約工 我們是雇用契約 他下了船沒有固住 我不能夠有任何國家補助 他加入我工會 我一個月補助他五百塊 三個月 那目前這件事情 我相信應該得到很好的回響 另外 當然對於船員 我們也有辦所謂的 自強活動旅遊 在各個工會都有做 我們做到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他會員在海外務務 他的眷屬一樣可以來參加 不要錢 我們全而佛做 相關的辦法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想這一塊 對我們的會員應該感受非常深 這一塊我也希望 讓慶弘議事長多幫忙 在這一塊 尤其我們南部有重大的海船員 在這一塊 多幫忙 讓他們更滿意更舒服 OK 另外有關於會員的獎學金 我們之前的獎學金是行之有名 但是那個金額好像 有人看不上 那因為現在通膨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提高 還有在疾難救助方面 我們一樣做了一些提高 那不止以此 陸續還有很多事情 在產官學上面 跟各個機關再去做努力 我剛剛也特別跟慶弘議事長講 不管是基隆分會 高雄分會 跟總會 要攜手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本會 選舉同仁致力 為會員 謀求無力 從未切大 在工作權方面 我們始終堅持 本國 團員 克服 充分的 發揮空間 更希望會員 同心協力 最後在這邊 祝福各位嘉賓 身體健康 國家平安 幸福滿滿 註查會圓滿成功 湯海傑快樂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張理事長 一九九七年韓國破產 這兩天 斯里蘭卡破產 他們 跳岸將自殺 真然人 可是我覺得台灣跟韓國不一樣 這個圈有沒有看到 有 台前道就是從韓國來 所以四個指頭 因為我也是海軍陸戰隊 海員總共衛 縱橫四海 要捏起 有海量 對不對 先來個口號好不好 好 我喊海員總共衛 各位喊 讚 好不好 一聲就好了 好 海員總共衛 讚 謝謝 我比較不按台語書牌 今天我第一件事情 要感謝海員總共衛的張女士長 我覺得從他的外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霸氣 阿沙利 而且我們剛剛時間很短暫的交談 我認為剛好這就是一個轉化的過程 需要一個領導者 他已經符合那個領導者的氣質 這是我的期待 畢竟我今天大慶紅 超過二十歲 我看到年輕人這麼傑出 我是看到公衛的希望 也是看到台灣未來公民社會的希望 所以張理事長是現任的 能夠容納這一位不按台語書牌的小兄弟 掌聲給張理事長 我認為他們兩位 請張理事長 為海員總共會 甚至為台灣的公會 甚至為中華民國總共會 注入一個新的力量 這我從來都一直到認識我 我從來不想講話 這是我的期待 另外我今天要感謝 那個我們前理事長 也是我們公會的顧問 盧前理事長 抱歉我沒有給你稿費 我把你全篇文章 放在我們獨立總共會會堆 有一半的篇幅 把海員總共會 七十年的歷史寫了一遍 我等於幫張理事長 介紹給大家 認識海員總共會 背景是這樣 他們面對一個成仙啟後的故事 老前輩 他是二十三屆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還願意為年輕人 把那個文章非常長 我一字不漏的全文照刊 我有問你這樣 有沒有問他 他說不要告我 我說違反著作權 到今天沒有給盧前理事長 一毛錢費用 因為獨立總共會 不是在講錢的 我認為那個會留下歷史 那個看護會留下歷史 很重要 春秋大補下歷史 所以我們應該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這位前輩 剛剛那個書法 寫了我們用實際的路爆抓 這個就是前輩的風放 當然今天我們開玩笑講說 沒有會跟也要會跟 要跟如理事長跟王清宏就對了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是鼓勵的話 可是這一條路 要講良心話非常難走 要把自己放空 只有空才會有 這是我從我的顧問 這三十年來我的精神顧問 邱秀山老師那邊的 你要放棄 所以常常講 要跟人的話 如果那個領導人貪圖小力 必無大謀 他幾乎 我認識他到今天這三年來 他花自己的錢 花自己的時間 甚至一天睡不到三小時 我不擔心他的能力 我擔心他這樣的話身體會垮 我今天作為他幾歲的長輩 認為不容易啊 這個小子真的厲害 可以搞出這樣的局面 你不覺得剛剛 吳理事長上台那個音樂 是我們裡面最震撼的 你有沒有覺得嗎 你有沒有感覺嗎 我剛剛在聽那個音樂節奏 所以今天我也要 因為今天有一些 不認識工會的人 包括我們今天的表演團隊 你們跟我結上圓之後 你會有很多表演的機會 我都幫律師創造就業 打了十年的官司 律師在庭上就說 感謝張理事長 幫我們創造就業機會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Google一下 我們有多少訴訟案 包括我們今天的顧問 少大律師 我們要看上你的律師 也沒有多少個啊 要質感很好的啊 還要有人品跟職業道德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工會我覺得 就像各位的職業一樣 看過大江大海 所以今天我覺得大修部分 很有心的 你看你們有沒有講 福聚海無量 他把海放中間呢 我相信只要掛在幹公司 就代表中華海員總工會 的氣度 跟大氣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 我予有榮焉 今天他是我獨立總工會 的會員工會 他也是中運工會的理事長 還在被中鋼集團打壓當中 我在今天股東大會 當著翁桃棟董上面講 你們中鋼有兩萬八千個員工 有出一個這麼優秀的集團員工 應該引以為了還去打壓他呢 我想你們認為呢 今天我用事實證明 我們高雄的子弟能夠這麼優秀 而且能夠放棄自己身上 當該有的東西幾乎放空了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嗎 如果今天他有一點小的時候 他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我如果跟慶紅的勉勵是 有時候不要太在乎那些 閒言閒語啊 所以大舅曾經送我一個字 我還帶到韓國去 海納百川 海納百川 我覺得 游人毀育 觀天地何所不容 我覺得這個東西 講很容易 要做很難啊 每天都會人家射冷箭 對不對 他的狀況還沒解除呢 可是我今天最後 要報出大家一個好消息 海原總工會 所屬的只有兩個基隆跟號 基隆的主任秘書也來了 我認為大家要眾志成成 不僅能夠照顧海原總工會 因為你們的職業看過大江大海 你們可以為台灣立他的社會 盡更多的力量 那時候海原總工會 絕對不是海原總工會 海原總工會 剛好高雄是世界級的港 所以我說高雄沒有希望 台灣就不會有希望 這是我十二年前拿到博士學位 蹲點高雄不上電視台 很重要的那邊的 所以我寫了八個字 大就寫了南方思逃 高雄洋帆 有沒有看到 所以等一下我那麼音樂 快樂的出發有沒有 那個調性就是要接地氣 我相信我今天雖然我走全程講國語 照道理我知道到高雄我一定講台語了 可是我是山東人 知道嗎 多一種語言就是一種競爭力而已 可以更了解那個主題的文化感情 很重要 我就是因為讀外文系 所以到國外去 我的英文雖然很破 可是每一個人都懂得站起來幫我拍手 我就知道他聽懂了 你知道我在國外的代號是什麼嗎 台灣 台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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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國 他不會做塞門帳 在街上 台灣會看到 台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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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打招呼啊 你覺得很光榮嗎 當然很光榮啊 所以台灣 有無窮的魅力 海原種工碎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他比你想像的 可以做得更偉大 你同意嗎 同意 所以今天看到我後面的人 會很辛苦 爽都甩這三分鐘 下去就是苦三年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不禁一般韓厕府 怎麼換個 模花梅花QB香呢 很重要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很公平啊 那台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寶島 他的制度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我們要用台灣的方式 讓台灣 立他 共好 共好不是一句口號 我所有現在的所有的基調跟文宣 最後講 希望不是勞資共好 要台灣共好 同意嗎 同意 可是大多數除了資方跟勞方 每一個領薪水都是勞方啊 只要勞資共好 台灣就共好了 不是嗎 就是一個分配的問題啊 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很榮幸 能夠跟這一群年輕人 站在一起 剛剛前輩的前輩講的話 大概都有了 我就不多閃述 最後 我希望 未來 我給 有一個指示我寫的 痴子之群 有骨氣了 仗義勞工 震撼子 今天你們海員總部有感覺嗎 沒有王清宏站出來 沒有人在真正的去執行 海員總公會的勞動條件 十幾年了還是定期企業的不合理 是嗎 當他送進高雄地方回來 第一個訴訟 我就認為要開啟個改革 你們的薪水有比基斯高嗎 基斯四十幾萬還在罷工耶 你們也不過十幾萬啊 為什麼一定要做定期企業工 十八年來定期企業工 十五年還是定期企業工呢 我完全不合理 我可以告訴你 這是我一生的專業 我認為不 我們中華電視派遣勞工都變正直了 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權力會從天上掉下來 那今天會有很多老朋友 馬曹馬大哥 他也年紀這麼大 對不對 我從總共會民國七十九年認識 現在包括念的副市長 謝正達律師 一路走來 有很多前輩是讓我佩服的 可是有些東西 時代的結構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突破 那今天海員總共會剛好在一個 風起雲湧的年代 2022 我剛剛從張理事長的講話 金鵬兄的表現 我相信高雄應該有期待 台灣也可以有期待 有一個不一樣的公會即將要產生了 那我覺得我在這邊可以承諾 張理事長如果需要我的地方 我純粹可以當諮詢 我可以當 我願意 因為我的餘命不多 我今年已經滿六十五歲 我出生在基隆 我一生都在港口 我八都出生 我在高雄港到今天 所以港對我來講有特殊的感情 所以今天我能夠 在我人生最後一里路的公會路上 認識海員總共會 這是我畢生的榮幸 那我希望今天各位看到 每一個貴賓來都有做準備 你看大邱的字有沒有很 他不是隨便寫的 我認識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這麼優質的 真正標準的台灣人 不要在那邊講口號 那我覺得朋友相交 要真情正義有沒有 我挺王清猛跟你的團隊 你只要做正事喔 挺你到底啊 上法院我都願意 所以今天最後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公會嘛 再借你們手一次好不好 來搖環 來搖環來 我喊中華海員總共會 第一次 各位喊加油加油加油 好不好 第二次高雄分會的時候 聽聽聽好不好 聽不是聽自己 是聽福利眾生 好不好 來 中華海員總共會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都不要預備 下一個要更大勝一點 中華海員總共會 高雄分會 聽聽聽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張徐中理事長 感謝您 真的是性情忠忍喔 這個非常振奮人心 好 最後呢 我們就邀請 耶 掌聲鼓勵 果然有我們張理事長一起 這個感覺更出來了 大家合唱的部分可以再大聲一點 這個標準 大家都可以拉啊 最後一段 城山湘湖海几凉 草青人在寺宇寺小巷 城海湘湖岛岳岸潮 不成岁岛寂静朝 藏边香 而不知商场 谁不谁 春风天之香 江山湖 原地遥 荒浪湖中有数十字多少 春风风向 今日寂寥 好情爱上了 披草暖潮 谢谢再次掌声鼓励 谢谢